你去死吧 这对兄妹彻底关系破裂了 前几天赢寺 下令让廷卫府 将卫央秘密关在国狱 公主听闻卫央被廷卫府击拿 立马就炸了 怒气冲冲地跑到营前府邸 向她讨个说法 大哥 你们为何要派兵补拿上军 小妹 这该由国君回答 营司她不敢见我 有人举发商鞅 错法豁民 谋逆作乱 你简直是一派胡言 上军谋反 由你等今日 不要党军 不要封义 还要隐退 他如何谋逆 这鬼话骗得了何人 小妹 你生于公事 该知道有一句老话 私人无罪 怀毙其罪 这句话让公主更愤怒了 连大哥都不叫了 营前 你说 是不是没有你 营司她不敢跌倒乾坤 是不是 你说 好 今天我就让世人看看 你的心和你的脸一样邪恶 这张脸就是你要的答案 营前的态度让公主气急 所以公主才会说出了 让营前去死的话 见营前这边说不动 公主决定强闯王宫 怎么 连我也要杀吗 禀报公主 国君严令公主不许进攻 营前 你如此卑鄙 何以为君 公主干脆地拔出来 小将腰间的剑 剑锋直指侍卫们 朝王宫步步逼近 对方可是公主啊 侍卫们哪里敢强行拦她 要是不小心伤到公主 那妥妥地掉脑袋 所以 侍卫们只能缓缓后退 而公主似乎是受的刺激太大 竟然吐了一大口血 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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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边 老士族正七嘴八舌的 诉苦迎四还没有判决魏央 万一到事后迎四改变主意 又不杀魏央了怎么办 但太师这个老狐狸 早就想到了对策 商鞅司聚风义民众抗法 擅杀士族功臣子弟千余人 将此事一例向廷尉府举发 搜罗商鞅其余罪行 由其将商鞅郡封义 要勘察清楚 化成徒刑 做成商鞅谋逆证据 向六国施压 请杀商鞅一谢天下 不久后 营前找到愁眉苦脸的营寺 现在魏央谋逆的谣言 传遍了大街小巷 营前和营寺对幕后之人心知肚明 所以营前特地来问营寺准备怎么处理 营寺表示 这是处理起来太过棘手了 处置商鞅 你还在犹豫 下雨 上